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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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嗨 舒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我們要來回顧一下這次的這個二三年的中華隊 出的這個系列卡片 那明天的話是要出這個 二三年的超級中華隊嘛 那今天的話就是跟大家來回顧一下這次的這個二三年的卡片有哪些是 比較值得期待的 好那以下是我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那這個就是主要啦 這不應該是晚上發的 我剛才才剛睡醒沒多久 最近狀況不是很好 那就趁這個晚上到明天開機 我猜啦應該會延後吧 到開機之前大家可以把這邊當留言板 就聊個天之類的 好那這次的話我覺得有些卡片 就可能會重疊到之前的有些是國家隊常客 然後有些卡片的話應該是大家還蠻期待的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講解 那我是比較希望有些卡片的這個手背跟傳球 尤其是外野的傳球 還有他們的跑類 模擬的可能會看選球 就不要太壞啦 通常有些卡片都是雙打跟力量很高 真的很高的那種 然後其他項目就有點外掉 就會變成說 如果你只是要練到1025的玩家會比較難啦 雖然說其實玩到超級中華隊的玩家應該都蠻多錢的啦 好那我們就來回顧一下之前出的23年中華隊 這次的話我覺得 我們的沒意外部長應該是會放在上池 我猜啦 至少我猜 不對要這樣講 我猜部長應該在下池 不可能在上池 怎麼可能 我們的部長一定是放壓軸 怎麼可能在上池就出來了 這樣子下池還有誰要看啊 好第一章是張玉成 張玉成的話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會把一些傳球的點數壓到手臂上面 然後加上 應援曲沒意外應該還是都會在 有應援曲有姿勢 再加上 數值應該不會出的太差 所以我覺得 當玉成到時候應該會是一張蠻不錯的卡片 好然後正中者的話 也是目前有出姿勢 有應援曲 所以再加上超中的加持的話 價位應該也不會太便宜 我覺得23年的超中應該有一堆卡片的價位 不會太便宜 除非數值真的出的很歪啦 好然後呂彥青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就 之前還有一張15年的情況來看 這邊 或許 比較 不會被buff到太多啦 除非有加球種 但我覺得 機率不大啦 所以這張我覺得就比較還好 那吉利吉撈的話 衛拳本隊應該是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自己就還蠻多 不錯的吉利吉撈可以用的 那吉利吉撈的話 知識加應援曲 其實也都還蠻不錯的 就 手臂可以低啦 但傳球 希望不要壞掉 好接下來的話 吳哲元 吳哲元的話也是 這張很強了 這張國家隊的已經很強了 那 看一下明天這張有沒有辦法 加球種吧 雖然我覺得機率不大啦 但他是兄弟的卡片 還是抱一點期望的 然後 吳念亭的話 一樣 之前的卡片 基本上就是這張了啦 所以到時候那張高階 更高階的吳念亭出來 應該會是 應該也是 很貴 然後江坤雨的話也是第一張的操縱 江坤雨的卡片其實也 不少 但 其實力量都不是很好啦 就 到時候可能會是一張 千卡以外的選擇 或者是 可以給其他隊用 有些人可能想玩那個 尤其是統一的經典 可能要借遊擊手 那搞不好就可以直接玩平陣二遊 那就是 等明天這張 沒意外江坤雨的 超級中華隊 不應該這樣講 不一定是明天 搞不好放在B尺 那超級中華隊的情況來看的話 江坤雨應該 手臂不會給他太爛啦 好 這張的話明天應該會是一個 唉我一直講明天 這張的話應該會是這一彈 我說的這一彈 就是直接 二三連整個全部A加B了 那這一張完為中 到時候應該會是 超中裡面的一張 很好用的中繼 這張的話 數值相對沒有這麼好 到時候超中有一個保底數值的時候 加上這個 氣球種的 配置 然後又左頭 應該是蠻不錯的 那城管理的部分卡片真的太多了 我覺得這一期就比較還好 那宋家好的話 也是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可能加一點球種上去 林莉這張DH到時候 應該不會再給他DH了吧 不然就真的廢掉了 那黃子鵬的話 應該還是會是另外一張中繼比較強 所以這個也都比較還好 林之鵬的話 沒意外 應該也是貴 但這張 其實 他的數值不是很好 後三向沒有很高 所以搞不好 明天這張 如果說 直接用BUFF上去的 就是直接加數值上去的話 他的手傳跟跑應該不會太好 所以應該不會是一張 好用的卡片 但應該有這個人氣加成 然後理陣上的部分的話 明天這張如果是中繼的情況 欸為什麼說如果 因為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啊 怪怪的 大家知道咯 那如果明天有一張理陣昌的中繼的話 我覺得會是 其他對使用理陣昌中繼的一個不錯的選擇 啊 陳傑仙也是啊 陳傑仙這張數值沒有說出到非常漂亮 那超中有保底的數值 所以說可以期待一下 陳傑仙系列的卡片啊 本隊你就是 簽卡啦 啊不然有些人就上怪物 怪物那個力量超級 超級糟的 不知道在幹嘛 那就變成說 要嘛你是 可能怪物跟傳奇 中外野跟幽極去守 不然如果你 中外野如果放 四爺的話 這張應該會不錯 加上其他隊也可以使用 那江超信這張應該會 有一點特色 欸我記得他的數據上面 沒意外的話 明天應該要是一張先發 跟中繼的雙S 那就是看 他的模組 用哪一組了 沒意外應該會用比較大隻的版本啊 如果是獸版的 搞不好我會入手 搞不好啦 那曾俊月這張的話 也是 比較期待他加球種 沒意外會加個變數 這應該會是基本的 應該吧 官方 應該會給他個變數吧 給他個變數之後 應該會是其他隊的一個選擇 有些人想用曾俊月 其實卡片也不多 欸我說其他隊的部分 本隊用簽卡就夠了 然後胡志偉的話 先發 看一下這次吧 這次搞不好沒有殘子需求 不然其實用另外一張就很夠了 那香掌的話也是卡片很多啦 這個我就覺得就還好 那王威城的話 之前也有一張19的 那這張跟19的 我是覺得這兩期 應該是不會差太多 那大王的話 之前的都出在右外野 所以如果有考慮玩 左外野的話 這次可以期待一下 那曾經也是 比較少選擇的 這張曾經我覺得 如果說啦 他素質 不要太差的話 曾經的應援曲 我真的蠻喜歡的 所以可能會 考慮看看嘛 看到時候價格 那畢竟是樂天的球員 就不便宜 那陳陳薇的話 其他隊也是 幾乎沒有什麼選擇 好 陳冠偉的話 這是四球種 歷年來的超級中華隊 都會有 某一張 嘿 我記得是某一張 當時有觀眾 有統計出來 某一張的卡片 原本球種沒有很頂的 可能就會突然 爆增 變成可能七球種 所以說這張陳冠偉 看有沒有機會 加個球種上去 如果有的話應該會蠻好用的 那郭天信這張在左外野 就比起自隊來看 比較不一樣 陳四鵬的話 先發就 我是覺得比較還好 那范國城 其他隊要用 也是選擇不多 欸這張我覺得啦 這張鄧凱薇 我覺得搞不好會在這邊 直接給他球種buff 明天如果出一 明天不一定會出 這期如果出了一張 滿球種的 素質好的鄧凱薇 我覺得也不太意外啦 是有可能的 雖然說他的成績好像有點爆 但 什麼事都有可能會發生 高宇傑的部分的話 這個看起來好像 應該 依久會好一點 應該啦 然後林黛安的話 也是選擇不多 就期待看看吧 我林黛安的姿勢 其實 有些人覺得很醜 好那就這樣吧 我們就一起期待 明天的 二三年超級中華隊的A陣容吧 那希望啦 素質上面的話 可以出的像這個 19年的張志豪啊 或者是像 可能19的蘇智傑這個樣子 又或者可能 王聖偉這個樣子 我覺得就 會蠻好的 他這雙打力量啦 可以不用太高啦 就拉著滿就好了 就是基本上很夠用了 就可能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某些卡片多點點點數 在手背還有 傳球跑壘身上囉 好今天這部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一個小小的回顧 那也是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一下 你對這次的這個 還沒出啦 他還沒出 對 對這次的這個二三年的 超級中華隊 也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一年的一些 期望還是什麼的 好如果喜歡的話 那我們就一起等明天的超級中華隊吧 掰掰